屏東有男子騎車行經台24線 途中遇到對向車道 有四輛機車逆向飆過來 嚇得趕緊停靠在路邊 差點被撞上 而警方也將一規定 對違規的四輛機車開出罰單 另外在雲林則是有騎士 疑似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撞上停等號制的機車騎士 機車騎士行駛在山區道路 準備過彎 沒想到下一秒 對向一台機車一面衝來 機車逆向騎士嚇到停靠路邊 只是才剛準備繼續行駛 前方陸續又有好幾台機車逆向行駛 咻咻咻一連好幾台機車逆向衝過 數一數至少有四輛機車違規 不說還以為是單行道 騎士差點被撞上 嚇出一身冷汗 事發在屏東霧台鄉台24線 騎士準備過彎 遇到對向機車騎士 一連好幾台沒有緊貼右側 直接逆向 氣得直接將畫面PO網 現在警方也要開罰 不再未劃分標線道路支 中央位車部分駕車者 儲新台幣1200元以下罰謊 另外在雲林則是出現車禍意外 十字路口騎士乖乖停等紅燈 三秒卻遭後方急車追撞 騎士遭撞整個人往後仰 重衰在地 而肇事男子也連人帶車倒地 車禍意外就發生在大皮箱 27號早上正姓男子 疑似沒注意車前狀況 撞上正在停等紅燈的80歲張姓男子 好在兩人送醫後沒有大礙 雙方倒地 導致雙方手腳部位均受輕傷 招式騎士沒有走駕 只是因為一時疏忽釀貨 害無辜騎士受傷 這下不僅要遭到開罰 還要負擔對方的醫療費用 記得屏東雲林綜合報導 這下不僅要不僅僅 剛才被訪問 這下不僅僅難提供